爱与缺陷 教宗方济国在《爱的喜乐》劝语之中 帮助我们看到爱 如何克服人家的软弱和过失 正如他说 有爱的人会包容缺陷 面对所爱的人表现的缺点 懂得保持沉默 面对其他人的缺陷 是最具挑战性的事情 当其他人对于家中最简单的任务 都没办法协助完成的时候 我们又怎样能够找到真正爱的喜乐呢 虽然家庭生活有很多温柔和喜悦的时刻 但它都可以带来最大的个人挑战 因为我们最爱的人 有时就是最令我们动怒的人 多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的时候 会面对日常的挫败 即使有提醒、啰嗦和糾纤 其他人都经常令自己失望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帮助他们改变 他们依然顾我 好了,不完美 教宗方济国提醒我们 为了要发现爱的喜乐 我们应该试下将每个视为 未完成的作品有待成长 工程仍然进行之中 尤其是在婚姻之中 如果我们总是互相批评 那就显示夫妇 没有将婚姻视为共同努力的事业 是必须要心怀忍耐 体谅、包容和慷慨 因为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保持心胸广阔 从对方的角度 体谅这些软弱和过失 明白到这些缺失并不构成对方整个人 对方不仅是那些使我烦恼的事 绝对不仅是这样 因为这样,我们不要求对方的爱 十全十美才欣赏 另一个人既不能够扮演天主 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 我们要停止在人的身上 期望获得只有天主才可以给的爱 为了让爱之长 教宗方济国敦促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 需要花时间、有质量的时间 是时候聆听人家的说话 需要内心的沉默 那才可以倾听对方 而不是匆忙提出解决方案或者意见 有时候其他人只需要被聆听 就会感觉到有人理解 他们的痛苦、恐惧、希望和梦想 因为当我们透过爱的眼睛去看别人 就会明白我们都是光明和黑暗中环交错的个体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爱 即使是在它缺点和不完美之中 依然是世上喜乐之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